观光旅游局也有配合这一次的活动 推出了地景小旅行的路线 那一共呢规划了十条的路线 以不同的玩法以及闯光游戏 带大家探险桃园享受地景之旅 我们赶快看这一则讯息 忙碌了一个礼拜 周秋假期不妨去趟桃园地景艺术节 一边旅行一边享受艺术之美 这次观旅局也结合了第一届 特别推出十条路线的小旅行 其中富岗区的实际解谜闯关游戏询问度最高 观旅局在富岗推出290元的探险包 只要民众闯关成功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纪念品 我们在富岗有推出一个寻宝 这个寻宝的游程呢 是直接请游客到我们的富岗车站 然后领取我们的寻宝的一个秘籍 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富岗几个有名的景点呢 从事这个寻宝探险之旅 那么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提供寻宝的纪念品 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这个超值的这个组合包呢 是290元 民众只要上网报名参加要闯关的T次 活动当天到富岗火车站集合报道 领取游戏道具包 就可以开始进行任务 除了要解谜外还要寻找宝物 只要挑战成功 就有机会参加日本大阪来回机票的抽奖 我们配合不同的内容呢 我们推出了不一样的价格 那么从最基本的像富岗的一个寻宝之旅呢 是290元 那么另外呢 也有650元 700多元 那么最多呢 在将近1000元 大概都是一个完整一日游的行程 除了富岗小旅行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九条好玩之旅 官吕局也针对各地区不同的特性 规划不同的行程 也推出200多元到1000多元的旅游包 不只有好吃好玩 当然也少不了每个低景的艺术风情旅游景点 陶询问董与飞 综合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